过去大海新闻曾经为大家报道 许许多多自己本身受灾的乡亲 但是放下自己的家园 重建跟整理 而投入志工的行列 还有一些厂商自己也是受灾户 但是却爱心不落人厚 看到是在台南的安南地区 这次也是饱受水患之苦 其中有一家专门生产寝聚的工厂 床造啦床包啦 全部都泡在水里 损失高到三四百万元 尽管经过送洗之后 特卖多多少少可以贴补工厂的部分损失 但是工厂的负责人 却愿意捐出自己的所得 而且他说要透过慈悸 把这样的爱心送给更多需要的人 八八水灾 无情的水令人措手不及的 留经一件件住家工厂 失去了家园财产的这一刻 流下的是眼泪 一千多套的床造组 还有两千多套的床包 泡在水里 心在淌血 它是这个泡在水里面 结果它纸箱腐烂掉了 泡太久了腐烂掉 结果就一倒 它整个开始倾斜 已经从上面的都倒下来了 大概整个估计的损失 超过大概三四百万 尽管损失惨重 床造组床包经过送洗 特卖后的部分所得 勤聚工厂的经营者 还要透过慈悸 表达自己对受灾相亲的一份爱 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这个持绩在灾变的时候 大家都在第一时间站在第一山 蓝天白云的身影在灾区奔波 一幕幕看在眼里的大家 激发出内心的爱 更驱使众人尽管受灾 贡献一己之力 说什么也不能缺席 大约新闻 曾善美之工 潘于珍 陈鲜辉 台南报导